不不 我是拍照的 我不要 我不要 nice 大家好 我是小溪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一位酒友朋友的羊场 这位羊朋友的喂羊方式真的是小到拉屁股开了眼了 大家不妨跟着我的镜头往下看 看一看这位朋友的洒脱的羊羊方式 我面前的这位朋友今年已经50多岁了 身体立为发福 走路摇摆 恍如喝醉了一样 没错 喝酒是他的爱好 每天都要小多几杯 朋友在村头自家宅子里面搭建了个简易棚子 棚顶用石棉瓦搭建的 可能是年久失忧 石棉瓦已经出现翘皮分层了 朋友养了几十只羊 刚进了羊圈就能听到羊群的叫声 我朋友你的羊平时也是这样喊吗 朋友说他还没有喂羊的 不敢想象 现在已经上午9点多了 朋友居然还没有喂羊 为了阻止这些羊的叫声 朋友赶忙拿起铁叉 把路边晾晒的燕麦结杆给插到了羊圈里面给羊吃 羊群看到这些燕麦结杆一窝蜂的跑上去吃草 显然是恶极的 不过这种喂扯的方式属实有点浪费 你不买大了油啊这门 你出头去啥的 出头去跟你说吧 他 他是喝两瓶 朋友说这些燕麦结杆是别人从麦田里拔掉扔到田间地头的 他给拉了回来喂羊 我问不怕上面打了农药了吗 朋友说没事的 在外面晾晒两天就可以喂羊了 说实话这个羊圈里面比较潮湿 可能是前两天下雨的缘故吧 好多羊身上沾满了泥巴 我观察了半天才从羊群里面找到了种公羊 这是一只小伟寒羊 种公 可能是平时营养没跟上 标情也是一般 不过在众多绵羊中我发现了一只特别的羊 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过一期视频 也曾记录过类似的羊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羊吗 欢迎在评里去留言 这个吧 那个 朋友说这只黑豆小母羊是去年从我那里买的 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 这只小母糕子已经长这么大了 当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也没有认出来他 这个羊棚里不仅养了有羊 朋友还养了八只鸡和七只鹅 别看这些羊的伙食一般 但是他的鸡和鹅的伙食档次就明显提高了 啊 这你给他拔了鸟 拔了鸟啊 这几点你去几点 那是这吃的干净啊 是吧 吃的健康 朋友跑到鹅圈拿出两枚鹅蛋硬塞到我的手里 这两枚鹅蛋显然是刚下没多久 鹅蛋上还有余温 这有一个拱样吗 因为这拱样派长 哎 而且还不没 哈哈 弄个后果他们没多 哎哎 耳朵也好看 朋友带我去另外一个卷看了看 这里还有几只拱扩山羊 母羊不多 羊糕子却不少 这些山羊的喂养方式也是很随意的 仔细一看才知道 这都是一些打碎的玉米结果 这个剥的不少啊 菜剥的吧 说实话朋友的这些波尔山羊的产量挺高的 如果能够好好喂羊 也不视为一群好羊 外面听见猪叫 没有叫什么猪 没有干过 一个猪就在那里头 几十个猪 还有几十个猪 你也可以把羊放出来 朋友的场地还是挺大的 虽然说羊棚比较拥抵 但是有一大半的场地种了小麦 朋友说冬天就把自己家的羊赶出来开麦苗的 和我这位朋友交谈了一会儿 我也准备离开了 其实我这位朋友的生活是比较随意的 日子怎么舒服怎么来 不知道大家对这种羊方式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片里去留言 好 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 大家如何喜欢我作品可以观众我 我们下集见 拜拜 哎呦呦呦呦 哈哈哈哈 做出一啥样的 那个